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iMac宣传视频中表示 对于Mac系列来说 本周是非常重要的一周 我们今早开启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新产品发布 接下来的几天将会陆续进行 这边话音刚落 那边亚马逊就泄露了新款Mac mini的详细信息 很有可能今晚就能见到这款新品了 所以 本周会拭目不暇接的一周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先来看刚刚发布的iMac 上代iMac搭载M3芯片 在去年的10月31日与M3 MacBook Pro一起发布 现在 新款iMac除了处理器升级到M4 也没有太大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iMac的基础款搭载的是8核CPU 8核GPU的残血版M4芯片 满血版的M4芯片需要选择更高的配置才能获得 不过 为了迎接Apple Intelligence iMac的几部RAM升级到16GB 最高可升级到32GB的RAM 而此前 M3 iMac的最高RAM为24GB 据评可宣称 搭载M4的iMac与MeiMac相比 在Microsoft Excel等办公任务中的性能 提升至MeiMac的1.7倍 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 在Adobe Photoshop和Adobe Premiere Pro等 图片和影像编辑应用中 处理复杂效果时 新款iMac的处理速度可达到MeiMac的2.1倍 在iMac机身规格上 iMac24英寸的4.5K视网膜显视频 提供了纳米纹理玻璃面板的新选择 不过这个选项也不支持基础版 需要更高的配置才能选配 搭载M4的iMac现在提供最多4个雷利丝借口 同时可以连接最多两台分辨率高达6K的显示器 同步支持录音棚及麦克风 六扬声器系统 支持播放度比全景升的空间音频 此外 iMac在配色上也有新鲜且饱和度式中的 银 绿 黄 橙 粉 紫和蓝色组成了阵列 而配合iMac一起工作的秒控键盘与鼠标 也与iMac机身颜色匹配 并终于将接口统一为USB-C 与苹果其他的产品接轨 价格方面 新款iMac售价1299美元起 与新款iMac同步亮相的 还有即将广泛推送的Apple Intelligence 和之前提前上手的爆料别无二致 首批Apple智能功能 现一面向iPhone iPad和Mac用户推出 随 iOS 18.1 iPadOS 18.1和MacOS Segwire 15.1的发布同步上线 苹果CEO库克表示 Apple Intelligence为iPhone iPad和Mac 引入了一个新时代 带来全新的体验和工具 将彻底改变用户的成就可能性 其中 写作工具Writing Tools 集成于iOS iPadOS MacOS 提升邮件 信息 笔记 Pages等应用的语言表现 Apple Intelligence支持文本重写和预期调整 校对功能检查语法 用词 结构 并提供编辑建议 用户可总结文本尾段落 列表 表格或清单 升级后的Siri 已更加自然 灵活 Siri增强了语言理解能力 能处理停顿和连续请求的上下文 它还扩展了对Apple产品功能和设置的知识 能回答相关问题 帮助用户学习操作技巧 照片应用程序也将变得更加智能 具备多种新功能 自然语言搜索 让用户可以通过简单描述自己想要的内容 来搜索几乎任何事物 此功能也适用于视频 用户可以搜索视频中某个特定片段的实践 并直接跳转到该位置 邮件应用程序新增的优先消息板块 位于搜索箱顶部 显示最紧急的邮件 如当天的午餐邀请或登机牌 在备忘录和电话应用中 用户现在可以录音 转录和总结音频内容 当在电话应用中通话时启动录音 通话参与者会自动收到通知 通话结束后 Apple智能会声称一份总结 帮助用户回顾通话中的关键要点 苹果官方表示 到12月 写作工具将变得更强大 比如将晚宴邀请改成一首试 或在简历中添加更具活力的动词 12月还将退出新的视觉智能体验 借助Apple智能 帮助用户迅速了解物体和地点 得益于iPhone16系列的 新摄像头控制功能 用户可以理解或取面前餐厅的详细信息 并进行互动 此外 摄像头控制还将作为 进入第三方工具的入口 未来几个月 Apple智能还将引入ChatGPT支持 Image Playground和Gummoji 以创建自定义表情符号等 实际上 本次Mac新品最突出的亮点当属换新 只是类似于iPhone 核心性能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 以至于在日常的工作流程和使用习惯中 用户其实不太容易感受到 性能提升带来的显著差异 然而 最冷之一不再久 产品换新的真正目的 并非仅仅为了提升性能 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Apple Intelligence 今年3月份 苹果发布了M3新款MacBook Air 当时打出了宣传点 正是全球最适合AI的消费 及笔记本电脑 面对AIPC的浪潮 即便是苹果 也得用AI守住市场竞争的主阵地 不过对于中国版本的AI功能 库克表示仍在走流程 其能否为新品带来实质性的提升 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视频最后 我们再简要梳理下本周即将发布的 另外两款新品MacBook Pro和Mac Mini 可能的配置信息 先说刚刚被泄露的新款Mac Mini 根据亚马逊新款iMac产品列表上的对比图表 新款Mac Mini将提供N4和N4 Pro芯片的版本 最高配备14核心CPU和20核心GPU 此外 图表显示新款Mac Mini可配置高达64GB的内存 是当前32GB统一内存上线的两倍 新款Mac Mini的存储容量最高能为8TB 与前代相同 图表中还包含了一张非常小的新款Mac Mini图像 似乎证实了该电脑将配备两个前置USB-C端口的传门 这些端口可能是Thunderbolt 4端口 但图表并未明确说明 与MacStudio并开对比 新款Mac Mini似乎也小得多 彭博社的马克·古尔曼子谦表示 这款电脑的尺寸将更接近Apple TV 图表还显示新款Mac Mini似乎仅提供银色外观 与当前信号相同 鉴于亚马逊产品列表中的对比图表 很可能是由苹果提供 因此规格很可能是准确的 最后看看MacBook Pro 预计苹果将推出14英寸和16英寸的新款MacBook Pro 其中入门级的14英寸型号搭载M4芯片 以及更高端的机型搭载M4 Pro和M4 Max芯片 设计方面今年没有重大外观设计更新 OLED显示屏和更薄设计的改进预计要到2026年才能实现 入门级14英寸MacBook Pro 可能增加一个Thunderbolt端口 并且系列产品有望以16GB内存起步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么你会为这次的iMac新品套要报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